还有今天的就是来参加研讨会公听会的学者专家 那台下有我的台大二年级的时候的刑法老师 陈志龙老师 那在这个老师的备份面前 我想我们在立法院这里 在谈所谓的法治法律面理论大概讲不过老师了 不过我从去年进来立法院的时候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针对所谓防治贪污也好 或是到底谁A了我的钱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在立法院一年多的观察 整个法治面做一个简单的提出 也是一个一意 那如果说在场的学者专家 或者是列席的官员的话 也可以适当的补充 第一个部分其实 我们其实从过去台湾 一直在推动民主化的过程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令 是政府的资讯公开法 那政府资讯公开法 其实推动到后来 我们渐渐的随着网路的发达 可以看得到适当的有一些政府的资讯 能够适当的揭露给人民知道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 本来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呢 非常的不巧 就是在我们个人权力意识高涨的同时 我们立法院其实在两三年前也同时通过了个人资料保护法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包含我们立法院非常多的同仁 还有我自己本身呢 也接到很多我们在地方议会的民意代表 现在却发现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执行职务 也就是我们为了要监督政府 那我们在了解相关的案件 在执行我们的职务的时候 对于我们想要获悉的一些背景资料事实 其实我们经常会碰到个人资料保护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来拒绝揭露适当的资讯 那所以对于所谓我们今天在谈一个所谓的反贪 或者是一个从制度上面建立一个贪 所谓的不要有一个机会 让不管是人企业或者是官员有一个这样子的诱因的话 我会觉得从这个所谓我们事后监督的角度 我看起来这个法律面事实上真的是需要 我们比较多的学者来论述跟解决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虽然在本委员会我们提出来了很多 希望法务部能够适当的针对个资法的一个界限 能够适当的提出来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防不生防 因为在第一线执行的不管是基层的县市政府公所 或者是甚至很多的企业 那因为个资法之后 其实资讯的揭露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要求的 我会觉得这个所谓的法律平衡 不管从宪法的角度比例原则 还是说我们法律整个立法价值的权衡 我会觉得我们希望我们的学者能够抛出这些问题 在立法上也给我们委员一些建议 第二个部分其实我自己在立法院观察的就是 确实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部分 其实我们到底要规范在哪里 如果真的是有心的话 他其实借用人头 他还是可以去处理他的所谓的财产 或者是其他的资金 那如果今天是我们真正要求我们的民意代表 他事实上他的财产取得 必须要透过合法的和一定的程序的话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 他虽然规范了他自己本身跟未成年子女 可是事实上我们发现大部分出问题的 其实都不是已经申报的这些人的名目 所以到底我们在公职人财产申报的部分 到底能够围堵多少 这些在职务上有一定的权利 然后避免他去获取不法利益 我个人是非常质疑 不过当然我们在今年的赖素如议员 他发生这个双子星案的时候 我们在立法院也确实发现 就是市议员等级 就是市议员县市议员的等级 确实不需要去公开 就是他的关于的财产的名 就是明细 那监察院也不用去做公告 那只有用纸本的部分来去准备查询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适度的 已经有在本委会去要求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提出相关的法律修正 至少是六都五都的直辖市议员的部分 应该要适当的可以公告公开 那跟我们立法委员这个层级 或者是部会首长一样 应该适度的公开 那我会觉得说 申报的部分到底该到什么样的范围 那这个东西如果是申报 跟利益冲突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回来应该讨论到 我们今天提纲里面也有在去讨论的 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来源不明罪虽然在立法院去年有通过 可是事实上我们会觉得 其实它的适用还等待我们现在 所有的检调司法机关去处理 那为但是问题是 要有哪些案件来先发动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痛苦跟困难 那尤其是在林医师案 最后我们发现它适用贪污治罪条例 在对价不对价的这个法律争辩之下 他用了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 然后判了所谓的两年 在整个社会舆论认为社会的法律情感实在难以接受 然后用这样的法条来去第一次看到正式的适用 社会瞩目案件适用的财产来源不明罪 那我会认为说在这一条的整个操作跟适用上 我会觉得还是有一些疑虑 那是不是有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部分 在相关的资讯揭露的同时应该搭配 应该搭配 我们现在我知道现在法务部有一直想要回应社会 就是所谓的吹哨者保护法 那是不是有可能吹哨者保护法 不只是针对所谓的行政机关 或是执行公权力的所谓的检举 举发的保护 是不是有可能扩及到所谓的民间企业 那刚刚其他几位的学者专家也有提到 就是民间的针对所谓的上市公司 他事实上还是富有一定的所谓公益的性质 那他的一些财报资讯的揭露的部分 如果他自己为了追求他最大的利益 跟私人不法利益 他连他的财报都作假 这件事情也只有内部人才会知道 你要求他有内控 可是他的内部人不举发 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 这个关于经济犯罪的部分 所以吹哨者保护法 是不是将来在修法上面 至少在民间适用里面可以扩及到 至少是必须要去遵守 一定规范的上市公司这个阶段 或是公开发行公司 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 那最后其实在法务部里面提到有一个 关于连政联能的部分 关于请托官说 其实我自己进来立法院之后 我发现立法委员 在我们台湾目前讲究人情的社会 真的是一个两难 也就是说任何的一个请托 或是任何一个他碰到的行政机关刁难的案件 其实非常多的委员他都是非常的正义的 希望能够先行处理 可是处理完了之后呢 事后的选举过程有些人可能会去捐款 有政治现金 有些人会用其他的部分去回馈 那有些委员是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在连政署目前所要公布的请托官说案件 跟我们目前的所谓选民服务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目前会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界限出来 那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更正面的去思考 你的请托官说案你不要给他污名化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的立法委员选民服务的案件 公开去捶寻 公开去关注某个机关 某个公文某个行政的函事或是某个行政作为 那这个行政的关注的作点 如果你希望他公开的话 如果我们求讲究所谓的政府公开透明这个角度 你公开那你的重点就不再污名化 他是属于所谓的请托官说 那你应该从政府资讯公开跟透明化的角度 去公开这些行为 那也让我们立法院这些职权行使 事实上可以去导正到比较正向 但是也不会辜负我们选民的所托 那我以上我关注到的这个谁A了我的钱 如何防治贪赌的这个几个法制上的回应 也把我自己在立法院的观察的部分 提供给这个在场的与会的专家学者 还有就是有国外的几个来宾 那还有我们练习的官员 那也就效于各位 希望也听到各位的回应 谢谢以上 谢谢吴亦珍委员的发言